就是如果你要切割年月日周期的讯息 我们可以用那个year,month,day,week,day之外 你可以用Texter 特别重要我是先利用Texter 先做那个资料转换 这个里面FormateTexter实际上 就是从我们这个格式里面 按右键就可以抓到 所以你按右键 习惯上途中的格式里面 那就可以制定把这一串直接复制 贴到FormateTexter就OK了 当然如果说后面这边闹 假设你今天希望能够切割这个 像时分还有早上或者其他讯息 那你就按右键除了格式 你可以再把这一串直接贴到FormateTexter 它就会有那些讯息了 所以未来的话 这里面其实还蛮多的变化 只要能够看得到的东西讯息 其实都可以把它切割过去 OK Texter函数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Dedif函数 Dedif函数特别注意 这个函数相当重要 不过这个函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计算 它里面主要能够帮我做什么 第一个它可以帮我算那个 如果我们的参数是Y的话 就算年 M就算月 日的话其实就低了 不过其实两个日期相差几天 当然你可以不用Dedif 两个相减就OK了 那剩下来就是什么 YM YD 就是年算完之后剩下几个月 年算完之后 年月算完之后剩下几天 或者年算完之后 用天来计算 等等 会有这些相关的参数 那我们要怎么使用这个Dedif 特别注意 游标先放在这里 然后呢 特别注意呢 我们插入函数的时候会有个问题 在那个日期时间 理论上当然Dedif 你想说应该是计算日期的 可是你在日期时间里面 是找不到这个函数的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这个Dedif 它其实出现的时间非常久远 你可以追溯到那个试算表 很久远的那个Lotus123 那Lotus123以前在Dos环境下 其实非常的那个 几乎都用Lotus123 可是后来因为以色列的关系 那慢慢的当然 以色列为了相容于那个Lotus123 所以也把那个Dedif 这个函数也加进来 不过可能因为会有相关的 那个专利问题 所以它没有办法 把Dedif直接放到清单里面 那怎么办的 没有关系 如果它没有办法帮我放到清单 那我另外一个方法 它用另外相容模式给你 那怎么用哪个方法 你变成说不能用插入函数 但是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可是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你那个 你那个函数不能打错 所以比较容易出错是那个 你这个字不要拼错 Dedif加Dif 那他需要有三个参数给他 那个三个参数特别之后 这第一个参数就是你要比较的两个日期 比较前面的那个日期 所以假设了我们这边有个范例 期日期是比较前面日期 逗点 第二个 你要比较后面日期 接触日期 再一个逗点 你要比什么 这两个日期 那请问一下 你要我帮你比什么呢 你可以比一个Y 所以Y的话记得 第三个参数一定要给自串 所以记得前后一定要自己打上双以后 如果你少打双以后也会出错 那最后的话呢 把它打勾 那打勾完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他会帮你把两个日期相差的年算回来 那你想说 那如果我今天不用那个什么呢 不用这个方法 其实你 另外当然你可以用Ear 减Ear也可以 比如说你今天 如果你不用Dedif 以前我们做法什么 插入函数 你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Ear Ear怎么样 取得比较后面的日期 按确定 它是2006 那你可以怎么样 减掉 那个后面这个1980 那怎么取得1980 你可以怎么样 Ear 不要快的方法把它贴过来这边 把这个B3改成A3打个勾 也是26秒 不过呢 你会发现 这两个公式看起来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问题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什么地方呢 如果今天 我把那个什么 因为8月15 有没有 到10月12 因为像生日一样 它已经满 那假如说我今天做一件事 我把10月改成8月好了 这样看起来好像 它就等于是 你生日还没到 那就不应该算 那个多一岁 所以一样 Enter 如果你Enter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就会有差异了 哪个地方有差异 Dedif的话呢 它会去看你的月跟日 有没有满 有满才加 那Ear的话 实际上就是抓那个年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以后的公式 特别是 你还要兼顾到 它有没有满一年 才能够多一个年值 或什么一个 那你就记得 一定只能用Dedif 你不能用Ear 用Ear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OK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Math 再来就是 要把这个公式复制下好了 那第二个 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 算月的话 你可以把Y改成M 然后打个勾 OK 这样的话 你会算 那当然你如果说今天 你如果用Dedif的话 Math 这个部分就比较麻烦 因为如果你今天 假设像刚刚上面 可以Ear减Ear还OK 但是你这个地方 不能Math减Math 因为Math减Math 它只是算月跟月相减 那年的话怎么办 所以算月是最麻烦的 所以最麻烦的部分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 那个Dedif来做 那同样的 它这个地方 也会考虑到 那个有没有满一个月 所以假设说 我今天8月15 到10月12 如果我把那个10月12 改成10月15的话 Enter 你会发现 它又多一个月了 日的话呢 其实当然也是一样的 把它向下填满一下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D 两个日期相差几天 它回来的话呢 底下 应该是底下这个 那它回来的话呢 会是9000 那个500 54天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呢 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呢 你可以用我刚刚讲的 日期减日期嘛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天 减掉前面这一天 它两个都是数字嘛 一减 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 但是看起来好像师傅这个比较简单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那个Dedif 它有个特性就是说 它一定要满 一年 才会帮你多加一年 也就是说 它会再帮你把那个 没有满的那个月 也记录下来 所以没有满的月份 记录下来的话 其实你如果要把那个 没有满的月份 把它抓出来的话 你可以用YM YM意思说 如果我相减 算完年之后 还没有剩下的月 有 剩一个月 它会给你 那剩下来 还没有日 有 它也会给你 所以 如果你还要再去 计算那个什么呢 计算那个Y 这个YD 这个YD跟YM是相对的 就是说 上面是剩下几个月 一个月 那底下的话呢 是相减之后 剩下几天 五十九天 那最后这个 这个MD 指的就是说 那如果我已经 算完年了 算完月了 还没有剩下来 算完月 剩下还没有剩下天 有 那就帮我怎么样 用MD来显示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输入MD MD的话就是 如果我已经算完 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几月之后 有没有还剩下 有的话帮我把那个天数 也算过来 那为什么会需要 这些 这些参数 其实主要 你们可以试试看 底下的话呢 有一个题目 就是说呢 这个人的生日 到今天为止 请你给我一个 精确的一个 字串 这个字串里面的话呢 他这个人 到今年为止是几岁 那到今天为止 他活了几个月 又几天 那要一个完整的叙述 这个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请各位 好